作词 曲 李宕 词 李宗人 词曲 李宗人 编曲 李宗人 作曲 李宗人 将满轻眼伤 抓衣为荡归入药堂 相思泪须断心头伤 念而了说无在枕上 又临时荒凉 伴下星月照千里光 与君已别凉苍茫 变了此举不归几 倾断来生再续与真去望不流行 等心燃尽不过停 以往未相度或唤醒唐清君已平 大雨细细历历 模糊眼睛 却让你曾经更清晰 为君再走一去 今夕何夕 描手难回天注地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很便利 不要可遇 仍然有情而添 无影白云都散去 生命越叹唤醒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很便利 不要可遇 仍然有情而添无的白云都散去 生命越叹唤醒 所有弓箭手听令 放箭 我让你们放箭 太子殿下 我们中计了 好 果然是罗非夜 董非夜 你终于现身了 天徽 说出你的要求 很简单 你退兵 朕放人 非夜 不要管母妃 母妃 龙非夜 你想清楚 你母妃在朕手里 你要是敢伤她分毫 我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你再敢轻举妄动 朕就让你母妃陪葬 非夜 乔走 非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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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一起 公 理太妃 别过来 非夜 作你想做的 不要管我 母妃 姨太妃 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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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夜 母妃知足了 这些日子 有你陪在我身边 母妃足矣 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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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武 快带陛下离开这里 陛下 快 陛下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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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太医 芸汐 快跟我走 走 我要等母妃回来 姨太妃已经死了 芸汐 听我说 现在秦王与禁军正在交战 皇宫一片混乱 我们得想办法赶紧出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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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不好了 秦王已经带人攻进神武门了 不是说太子带人逼宫吗 起初确实是太子 但后来突然变成秦王了 原来是秦王拿太子当幌子 娘娘 这皇宫怕是要义主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老奴参见清妃娘娘 快免礼 奴才封陛下旨意 接清妃娘娘与陛下会合 陛下 秦王带着部下步步紧逼 我不和禁军已无法抵挡 他们已经到秦政殿外了 还请陛下和周围娘娘 公主赶紧撤离 快走 快走 陛下 太后娘娘始终不愿随微臣离开 微臣无能 请陛下恕罪 母后她不愿离开 陛下 我们不要管他们了 我们快走吧 陛下 是啊 陛下 我们快走吧 快走吧 陛下 来不及了路上 来不及了 是啊 陛下 陛下 不好了 太后娘娘驾崩了 当你快守家 还不及了 Pangino 他还有胆 Stephan 他这把那 Noel企月 他的侴耍欲 他还要不及了 彼家 爸爸 李这次 你后悔 吴后 皇儿 哀家罪孽深重 当初为把皇儿帝位 火烧行宫 结果真的龙非夜死了 没想到这个假的 却是为复仇而来 这就是我的报应 天宁将亡 哀家无眼苟活于尸 只有先走一步 向先帝谢罪 母绝匹 母后 你为何要如此 陛下 秦王的兵马即将突破内城 围巾之计 只能走为上策 陛下 陛下 你要保重龙体啊 你要保重龙体啊 陛下 只要我们还好好活着 仇 总会有机会保的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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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殿下 天徽帝往西京方向逃走了 殿下 末将愿率领本部人马杀入西京 娶天徽帝向上人头 献给殿下 报 殿下 南疆的将士 已控制了出京城的出入口 但属下 待人追击天徽帝的败布时 对方竟用妇孺的性命做要挟 属下不敢轻举妄动 只得 只得放行 这样一来 我们就很难再抓住天徽帝了 我们复国的目的 就是要推翻天徽的报证 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 孙大人 你做得对 我 殿下 先来喝药吧 来 我 殿下 现在天下大局已定 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操劳了 你的毒蛊若是再次爆发 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以这些时日 你就好好休息吧 明儿一早我还必须要 祭拜秦夕的先祖和母妃呢 是 父皇 母后 孩儿没有辜负秦夕的列祖列祖 太妃娘娘的后事该如何处理 母妃至死都重于天宁 我想她更乐意去陪先皇吧 把她葬在天宁的皇陵里吧 好 我这就让人去处理 记住 一定要厚贼 北文上写 先笔 母妃 宜太妃 不孝子龙非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十五年前的今日 二十五年前的今日 逆贼篡权 我秦夕覆灭 二十五年后的今日 我秦夕的后裔驱赶贼子 光复社稷 上当天地之心 下位源源所归 我秦夕皇族 必将崛起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启禀殿下 天徽帝利用百姓制造毒蛊人的事情传扬出去后 各地百姓纷纷拥护殿下 微臣以为殿下此事应该乘势登基 以顺民心 臣等负义 臣等负义 如今天徽帝逃到西京立都 秦夕尚未统一 此事登基为时尚早 哥 你可以趁民意高涨时 先称帝登基 西京大丸之地收复回来 是早晚的事 我自有打算 此事无需在意 殿下 大丸之地收回来 哥 你没事吧 快宣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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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元熙 顾太医 韩元熙呢 国家小姐不在府中 不在 她去哪儿了 早上好像说上山采药去了 上山采药 哪座山 这个在下不知 他住在你府上 他去哪儿你都不知道 对啊 你也是独宗一族的 你应该也行 跟我走 唐公子 怎么了 救命 救命 怎么样 殿下现在这种情况 我也只能想办法让他苏醒 其他的我也无能为力 都怪我 他的毒蛊都已经深入骨髓了 还不眠不休地处理朝政 我就不该听歌的话 应该硬压着他休息才是 他醒了 他醒了 哥 哥 你终于醒了 参见殿下 顾太医 你为何还在京城 芸汐呢 殿下 我们在出城途中 遇到了姨太妃被人劫持 芸汐想要救姨太妃 所以又折回京城 可是 我们并没有成功 如今京城 在殿下的治理之下 恐怕再也没有比这儿 更安全地去除 因此 我和芸汐又留了下来 您的毒蛊怎么越发严重了 我还能成功 不打击 殿下应该保重身体 好生修养 切不可栽伤元气 多谢 倒是有件事 还想麻烦顾太医 不敢当 有什么事殿下尽管吩咐 经此一役 有不少将士受伤 先进太医院里 没有一个可信之人 我想请顾太医 回太医院坐镇 替这些将士们疗伤 殿下体恤民情 实乃臣民之信 微臣 亦不容辞 又老了 微臣告退 对了 殿下 芸汐正在想办法 解殿下的毒蛊 或许还有办法 如今朝中政务繁忙 以我现在的身体 肯定顾不下来 你也要学着 如何处理朝政 哥 你就放心吧 这段时间 我会帮你看着的 不过你也要赶紧好起来 你又不是不知道 在处理政务上 我经验尚浅 身为轩原家的子孙 就要以 天下百姓的安宁为吉人 正因为你经验尚浅 更需要加倍的努力 这么多年了 你也该收入心了 哥 只要你能够好起来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行 你可真清醒啊 偷得福生半日闲 我已经答应了秦王殿下 明日起去太医院任职 殿下让我去给那些受伤的 将士们治疗 身为大夫 我没有理由不答应 更何况 咱们现在日常的开销 也总得有些进账 顾大哥 你不用跟我解释的 我说过 我们之间是朋友 不是主仆 好 那就作为朋友 顾大哥 我说我一定会有更多了 这什么事 就给你带他 我说那些有了 我说也请你再说 我说你带他 我应该带他 我说你带他 我说是你带他 我说我带他 你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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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带他 我带他 你带他 他 我说你带他 我带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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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感谢观看 咱们 咱们 感谢观看 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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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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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咱们 咱们 我们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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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拿着这东西发呆 再这么下去 你的身体怎么吃了消 这都是韩芸汐闹的 我这就去把他找回来 站住 不准去 你病着还不好好休息 整天记挂着他 我去把他找来 你们俩当面把话说清楚 毒宗明明不是你杀的 你何苦担这罪名 让他恨你 你若去了 我就送你回唐门 为什么就不得让他知道 毒宗毒害了我们一家 现在让他认为 是我把毒宗杀了 这样他就会觉得 我们两清了 你真的就放得下他吗 放不下也得放下 总比耽误得好 这话从何说起 怎么看都是他配不上你 哪来的你耽误得 够了 殿下 白孝川大人 已经顺利进入西京 现在是筹谋如何 营救百里小姐 还有一件事情 太子自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的 respectively 您的支持 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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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